哈喽大家好我是阿炸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教科书中的插画 插画你晓得吧 如果教科书上没有这些插画 炸哥我估计是避不了夜 而且在如今越来越绚丽的插画中 有一股上寸的清流 让炸哥我到现在都还是很喜欢 那就是在四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里 白鹅这一篇课文中的鹅 你看这只昂首线布的大鹅 就好像个刚刚得胜的大将军 又一次捍卫了自己的领地 看起来就很好吃大薄 还有这张充满生活气息的进食场景 简单几笔就勾出了鹅 快快乐乐的吃饭动态 炸哥仿佛就回到了童年去乡下探亲 被一只大鹅追到摔倒的时候 哎呀总之就是很贴近生活 血液得很 这幅插画的作者就是我国 现代画家散文家书法家翻译家 音乐美术艺术教育家 风子凯老先生 风子凯师从李书彤先生 也就是红衣法师 他和画水墨虾的提白石 画骏马的徐悲鸿 是同一时期画界大老 但是后来他和这些艺术大家 走的道路不同了 他选择了搞人民大众 喜闻乐见的小画 等到画技练到满级之后 往往寥寥几笔 就画出了一个意境 比如这篇六年级下策中的手指 运用有趣的拟人手法 介绍了手上的五根手指头 赋予了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 超级生动啊 所以什么才是好插画呢 扎哥觉得 根本不用画得多酷炫 只要能让人深入其境地感受到 坐着在下笔时的心境状态 让我们在看文字的时候 更有代入感 而不只是按要求 死刻硬背课文 怎么样 现在知道课文里插画的重要性了吗 死记硬背是没有用的兄弟 只有理解了文章的内涵 才能在考场上自由地组织语言 拿到高分 要是考好了 记得来给扎哥报喜啊 我们下期再见 要喜欢有插画的 有插画的 有插画的也比较好 我是年级 我是年级 我是五年级 大白有额用吗 有 谁画的你们知道谁 松之海 你这样 这么老了还可以画画 更加就是体会到那个画面 这个小蝌蚪比较好 插画对你们的学习有帮助吗 有 有 帮助在哪里 我们可以翻插图可以知道 你剪课文的意思 对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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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